今天是2月22日 距離特首選舉的提名截止一個禮拜多些 厲害 各方面都出手要阻截曾俊華 阻截他不是不讓他當選 阻截他入閘的機會 有幾條消息 我覺得是相當重要 要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張曉明 中聯辦主任 見人大政協 短期間提到 張曉政府 關心香港的特首選舉 因為他是實質任命的 不是干預 只不過是關心 這就是老吊牙的說法 干預與關心這條線怎麼畫呢 打電話去遊說 還是打電話去恐嚇這條線又怎麼畫呢 大家很清楚 敵手選舉是否香港特別行政機的內部事務呢 這些老吊牙的說法重複在人大政協裏面流傳 不單止這樣 張曉明 也重新聽過 林鄭是中央支持的人 中央熟義的人 還評擊胡蘇貞 立場不夠堅定 前言不對後語 公務組政綱又修改 沒有領袖的擔當 不應該選他 這個其實就跟張德剛 早前在這個助陣深圳的時候 見一群選委說的東西是很像的 在座也有張曉明 這個是其一 這一招 舊招來的 在這個團結基金的一個會議裏面 就說了以下的一番說話 他說 曾俊華當選中央是不會任命的 為避免出現這個尷尬局面 他才會邀請林鄭 參選 但是 消息傳出來說董沒有詳細說到 曾俊華為何不會被中央任命 這個說法 很熟悉 其實就是 林鄭宣佈 要考慮參選沒多久 跟 媒體的高層做一個閉門的會議 在裡面也提到 為何 他要出來 經歷過這個巨變 梁振英說棄選這個巨變不得不重新考慮要選特首 為何要出來呢 就因為 有些人即使當選 都不會被中央任命的避免出現這個憲制危機 他就當仁不讓 這個說法原來 現在曾相大白 是來自老董 但是 真的 為何曾俊華是不會被中央任命 他有甚麼問題 他有甚麼把柄 握在中央政府那裏 如果他真的有問題的話 他為何 在過去又被他做主要官員 由海關官長一路上到特首辦主任 做到財政司司長長達九年半 財政司司長這個位不是簡單的 管錢的 現在說金融安全的問題 為何會被他做呢 這個說法 我認為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 事實根據在後面 只是 造成一種 印象 造成一種對抗的 感覺 中央是不滿意曾俊華 所以大家都支持林鄭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相當可怕 是甚麼呢 成報 成報大家知道 過去幾個月來 他頭版的評論 漢江舌引起 政圈的極大重視 對特首選舉的評論 包括 何巴藝 亂港四人幫 包括張德江 張曉明 大公報 文匯報 這些負責人 第四個是誰呢 一直都沒有說 不過身影似勞統多些 他們今天在頭版 說他們受到恐嚇 受到威嚇 包括入侵他們的網站 癱瘓了他們 在他們管理層的 家裡附近 辦公室的樓下 有人在長時間監視 拍了一張照片 平頭妝戴眼鏡 貌似內地人 而且 在街頭貼了抹黑的單張 那張照片 其實 是回鄉的那張照片 他們懷疑有內地的 強力部門加入了這件事 三件事 有些人覺得貌似 好像 主要官員出來說話 這些 有影響力的官員 或現今的中聯邦主任 出來說話 另一件事就牽涉到對媒體的恐嚇 我覺得 三件事可以一起看 是21122 怎麽說 反映到一件事 只是反映到一件事 林鄭 不是很穩固 很簡單 林鄭 究竟她會用多少票宣佈入閘 即是用多少個支持票 多少個提名票宣佈入閘 改了幾次 一開始說就衝過600 後來大口氣一點 要去到700 震懾對手 最新的數字 在民間憲報也說 大概400 她的說法就是 不要那麼多了 高開低收 不是多好 高提名 最後沒有那麼多 就輪盡了 去到400這個數字 其實已經相當低 達不到震懾對手的效果 於是 在 這個提名期 大概還有一個禮拜 的時候 連環出招 文攻然後就無嚇 文攻的就是出張曉明 出董建華 無嚇的 就找人去恐嚇 最近很紅的成報 這個評論 讓他們 怕起來可能不說 不要影響選情 大家 記住 就是 今次 你看到 無論是中聯辦也好 無論是中德綱也好 要動員選委 是不太順利的 你看到如果順利的話 不用做那麼多 他們不順利的原因 因為 看到成報 有另外一些觀點 一直強調 就是說 其實 這次所謂熟義林鄭 政治局唯一支持的人選是林鄭 其實 是不是 究竟 是 張德光 張曉明 兩人的意思 還是 中央 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 甚至是習近平的意思 今天 很多的選委 還是半信半疑 還是觀望的狀態 在這個情況下 他當然不能夠把提名票 衝到700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他 獅子開大口 拍了心口說要做這個 最後 做不到這個效果 表明 他這個動員能力是失敗的 如果他這個動員能力失敗 曾俊華 肯定能入閘 這樣 隨時在裡面 林鄭會 陰溝翻船 而曾俊華有機會翻盤 為什麼是這樣呢 我先回頭 再跟大家分析 就好了 為什麼 我先回頭